你拿着我的钱跟别的女人跑了 你现在跟我说父母 真是不要脸 你为了这个女人 你不但把我的钱都给花光了 你为了这个女人 你还动手打我呢 我这不是一束糊涂吗 这个被前妻骂得不敢吭声的男人叫小陈 都说一日夫妻百日恩 小静与小陈还有一个七岁大的孩子 两个人为什么会走到如今的地步 小静口中的女人又是谁呢 一切都要从一个网络游戏开始说起 玩着玩着就 网络游戏里的虚拟世界 谁往游戏里冲钱 谁就是大哥 一个小小的游戏 小陈在短短的时间内就花进去三四万 虚拟世界的小美美们 见小陈如此的有钱 纷纷上前攀谈 争先恐后的展示着温柔的意义 小静的性格非常的直爽 喜欢有什么就说什么 有时候甚至可以用厉害来形容的 当小静知道丈夫搞网恋时特别的气氛 一定要找到小陈把话说清楚 根本顾不上丈夫身边 还有很多亲朋好友在场 当着那么多亲戚朋友的面 那我不该当着亲戚的面说你吗 实在是我下不了台了 从两人谈恋爱到结婚小静 一直都是这样 小陈但凡有一点不如他意 先是张口开骂 然后就是直接上手 平时在家里小陈都忍了 现在却当着所有亲戚朋友的面打的 而且还手里拿着工具 原本懦弱无能的丈夫 竟然当着众人的面感还手 还是最不尊重人的打脸 小静整个人都傻在了原地 这么多年 小陈没动过他一个手指头 如今为了一个游戏里的女人打的 回家后 两人大吵了一架 都说出很多伤害对方的话 小陈一气之下离家出走了 小陈出门后迟迟不回家 小静从内心也比较担心 把身边所有朋友的电话都打了一遍 没人见过小陈 与丈夫最要好的哥们 也不知道他人去了哪里 就在这个时候 小静想到网络游戏里的那个女人 丈夫要是去找的肯定需要钱 银行卡里的十万块钱 全部让小陈取走了 这是一场有预谋的出走 小静心里非常的清楚 丈夫没有丢 肯定是去见网友了 丈夫一走就是四个月 期间没有给家里打过一个电话 发过一条短信 突然有一天小陈回来了 还非要与小静重归于好 小陈走的时候那么的决绝 为什么短短四个月就像变了一个人 小陈拿着钱满怀憧憬的来到女网友的城市 住上等高级酒店 女网友要什么给买什么 小陈觉得女网友比妻子温柔多了 还经常奉承的 随着时间一长 两人花销又如此的大 慢慢小陈的钱跟不上消费水平时 女网友直接露出真面目 甩手走人了 除了网络游戏里的女网友外 小陈过去在单位也曾经有过不老实的行为 保险公司每天早上都要鼓舞士气 同事之间也经常的开玩笑 小陈总是与一位美女销售在一起 成天对人家嘘寒问难的 小陈的借口总是那么的多 都给人家送料送饭了 还在这里嘴硬 小陈发现她与女同事有猫腻的时候正是在孕期 本来这个时候的心情就比较敏感 丈夫又搞出这样的事情 小陈非常的难受 看小陈哪里都不顺眼起来 看到妻子口渴 小陈很识趣的主动去倒水 我跟你就多加了一点热水 他倒好一杯水在我脸上一块 那我要冷开水 你就给我倒冷开水呗 你就这么蠢吗 我反正做什么你都说过 那本来就是 看在肚立孩子的份上 如果丈夫以后安分守己 他就选择原谅 可谁知没过几天 闲言碎语再次出现在小陈的耳边 这次他忍无可忍的直接来到小陈的单位 既然他们不怕丢人 那就别怪小陈翻脸了 自从在单位发生过打架事件后 小陈算是出名了 领导单独找他谈话 男同事纷纷传来同情的目光 女同事根本没人在搭理他 生怕他家母老虎再来闹事 本来在公司业绩还算不错 出了这事以后 小陈只好辞职不干了 既然妻子怀孕 那他就在家专职伺候他 我煮饭 我炒菜 我什么都跟他做 他好他什么都不吃 你好意思说 你做的那个菜是人吃的吗 我们家不都在那里吃吗 我妈也吃 那是你们喜欢吃 你们家是什么人家呀 没一个好东西呢 两人关系如此的紧张 当初他们为什么会选择在一起呢 小陈与小静是高中同学 当时小静是班里最漂亮的女孩 很多男生都给他写过情书 其中也包括小陈 后来毕业小陈追了大概一年的时间 才追上心目中的女神 结婚后才发现小静如此的厉害 成天对他不是打救是吗 这句话说的如此的搞笑 如果爱小静 又为什么会出现女网友的事 如果爱小静 又为什么会与女同事暧昧不清 自从结婚后 小陈干啥啥不成 家里父母又没有退休金 一直都靠小静挑大梁 本来一家人过得还算幸福 公司突然要求小静去上海管理市场 小静在出差前 掏出积蓄 为丈夫盘下一间超市让他经营 你天天在那个超市里面做了什么事呢 不就是收点钱吗 每天那个大小市都是我在给你打理的 超市一切进入正轨之后 小静按照公司的指示去了上海 小陈每天在超市里无所事事 开始迷上了网络游戏 也正是在那个时候 在游戏里 小陈认识了骗他钱的女网友 打理超市小陈不行 但泡妞可绝对有一套 超市的大部分盈利 他都花在为女网友添装备上 你根本就没有心情在那个店子里面好吧 你家不不家 你就是个没用的男人 你钱不可以赚钱 店子也守不住 小孩也不带 那我没在你身边 你就天天就心思 就花在别的女人身上去了是吧 小静的性格其实也是被逼的 自己男人没本事 只能靠他在外打拼赚钱养家 在小静的心里 既然他干了该男人干的活 小陈就应该在家 好好照顾老人和孩子 你这么大一个男人 你在家里你就不会想着孩子呀 想着把我们这个家做得更好嘛 你花我的钱 你们家都花我的钱呢 我就有点有点 哎呀 不就有点钱吗 自从小陈出了两次关于女人的时候 小静再也不相信他了 一个女人在外面打拼的心酸 谁能体会 小静在舞台上 确实有点太过分了 过去小陈也想过好好地对待 还用自己存的小金库 为妻子买了一个包 他生日的时候 我去买个包给他 他到了 还说包 就你那点钱买那个包 那个新包都会变成旧款 我还拿这个包干嘛呢 现场观众都觉得小静说的话太重了 他们根本无法体会当事者的心情 丈夫除了不老实之外 平时从不带孩子 周一到周五是公公婆婆带 周六和周日都是小静自己带 一个女人要挣钱养家 周末还要带孩子 放谁身上 谁都受不了 两人如今都走到这一步 除了相互抱怨 没有别的话题 小静想想过去 刚出校园 就与小陈在一起 后来相处后进入婚姻 还是自己太重感情了 不然早就离开小陈了 为什么今天来呢 姑娘 我来就是要她别再来骚扰我 是想摆脱她的纠缠是吧 是还是不是啊 一半一半吧 目前两人是离婚状态 小陈想要挽回想复婚 小静则是抱怨一大推 还不确定内心的想法 还是让嘉宾给他们点一件吧 你知道你最欠缺的是什么 就是人格上的尊重 你不懂尊重 没有女人基本的温柔 曾经也温柔过 她不温柔 都是因为她什么都做得不好 女人的温柔 一定不是男人 给你温柔的机会 女人的温柔是女人的天性 做得到 你做到了什么呀 你还好意思说你做到了 女后会做到 女后会做到了吗 从现在开始 有自知识明知道自己 如果没有办法 充起家庭的经济重担 我就做好家庭重担 你做好了 吃着吃着人就越来越软 到最后连最后一点 道德底线都没了 涂雷老师从两人各自的角度 分析问题 希望小静以后能温柔一点 有点女人该有的特征 也希望小陈能像涂雷老师说的那样 如果撑不起一片天 就做好后盾的工作 感谢观看 从小静的语气来看 这么多年的付出他真的累了 好不容易跳出那个火坑 他不想再重蹈覆辙 小陈还在不断的祈求原谅 他们中间毕竟还有孩子的存在 最终到底结果如何 还是要看他们自己的选择 5 4 3 2 1 请开门 我真是爱你爱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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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是什么甜言蜜语 虽然你是一个强势的人 但我现在已经知道 你都是为了这个家着想 以前因为你的强势 我还偷偷攒过一些钱 我以后再也不这样 我知道自己错了 希望你给我个机会 让我和你重新在一起 你攒的那些钱呢 我准备给他 你攒的多少钱啊 喜欢一个 可以哦 还挺会管账的嘛 哇 哇 哇 上面就写了三个字 哇 哇 哇 是吧 你特着急吧 就不告诉你 意思是说 他身边有很多 比他高 比他帅 比他那个 他诱惑很多 特别在上海的时候 女生巨斧是永不沾 又回到了男生的身边 所以男生这样做 他很伤心 是这意思吧 你看那玩意儿 什么感受啊 他 心里 我是追究了 决定了啊 富是吧 那你出来干嘛呀 那老师说的这么有理 我就希望你能够改变 我们说的不是让他改变 我们说的是让你们俩分开呀 人都选择 但是